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边是一个中导吧台 然后结合了餐桌 而且它吧台跟餐桌是一体成型的 这种设计还蛮少见的 对 这个设计算是 也要看空间来运用 那我们在这个主要的这个中导跟餐桌 它本身的高度会有个落差 会有个落差 那这边是站着使用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 如果有访客来 我们觉得说 主人跟客人的互动性也会比较密切 我觉得如果家里有拜会的话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台面 是 OK 那这个台面的下方 设计师你还有帮他做了一些 收纳的空间规划 对 因为它这一边 我们把厨具的一个尺度 把它拆开来 也就是说退休的一个生活 它的烹调并没有说那么繁复 所以说我们把它分为主要烹调区 跟这个吧台的一个侵蚀 跟设备 冰箱 包括烤箱 就都在这边做一个整理这样 OK 好 那刚刚我提过下方的收纳 就是你刚有说过 想要让空间明亮 你用的这个感觉很像是钢琴烤漆吗 钢琴烤漆 可是我们的整个把手 选用一个比较带一点古典味道 带一点这种古铜 就是说简单的那种铜色的一个 把手来做点缀 餐桌下方的这个桌角 做的也很有艺术气质 这个桌角因为我们在餐厅跟书房 中间的隔间 我们是用带一点古典图腾的这个味道 来雕刻在玻璃上 那我们在桌角的一个设计也有对应的一个效果 所以图腾也延续到这个桌子下方的桌角 是 有点延续 陈设计现在把这个厨房的功能 分三区来做的这个 怎么讲空间的配置 正话可能是可能它的料理热炒区 中间是青石的吧台区 那整个收纳就归在右手边的这边 右手边这边是我们设计的一个电器收纳区 还是好美喔 谢谢 它的一个开放式厨房最怕的是属于蒸汽 那我们在这里设计了一个电器收纳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里面放电锅 它可以就是说里面是不锈钢的材质 它可以把这个电锅的产生的蒸汽 藉由这个排气孔 把它做一个吸收跟这个排出 那我们表面来讲也是选择色的玻璃 跟我们这个钢琴烤漆白色的来做搭配 所以这整个电器柜的收纳 看起来真的就是很美观 对不对 好那接着各位可以看到它在这个餐厅区的话 有一个水龙头它有一个功能可以往下跳 好细心喔 然后如果我们要使用的话再往上拉 所以它在看电视的视线上就不会被主导到 就不会被妨碍到 而且这个电视主墙虽然它是一个小的电视主墙 专属于餐厨区 可是你把它做得很精致有质感 我觉得它那个展示的部分 屋主应该很喜欢献它自己收藏的这个茶区 对因为这些杯盘都是屋主卸的收藏 那它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地方来陈列 那陈列最好的地方当然是喝下午茶的地方 就是餐厅厨房区 所以我们就把它陈列在这个视觉上的一个主墙面 然后再配上它这个餐厨区的三展水晶灯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拥有你的退休生活 像这样的环境的话 真的是非常享受的 是的